面對身旁記者不斷追問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媽媽何瑞英 說沒有去過市府 卻被網紅四叉貓翻出 柯文哲在2017年時 曾貼出一張照片 提到他已經很久 沒有跟父母好好吃飯 拜他們來幫忙拍公益廣告所四 可以在市場市好好吃個便當 直接打臉柯媽媽說的話 我認為如果柯文哲柯市長 認為媽媽這樣做不妥 媽媽應該會收手 或者是媽媽應該就會留在家裡 但柯文哲柯市長 有跟媽媽好好談過嗎 還是柯文哲柯市長 根本也示意讓媽媽去扮演她的分身 甚至扮演她想做 但不敢做的事情 議員通批 柯文哲在很多議題不願表態時 都會把家人推出來當傳聲筒 被質疑時就說她也管不動 日前柯媽媽在中俄立委補選前 和嚴寬恒巧遇 同若吃飯還合影比出嚴寬恒的號次 被外界視為是柯文哲的意思 議員認為柯媽媽不是專業的政治人物 一再拋頭露面不是好事 不應該讓媽媽或者是讓家人 在第一線這個拋頭露面 甚至為自己來擋子彈 偏移行事 然後所以才導致媽媽在第一線 幫她擋子彈 柯文哲柯市長真的很不孝 柯文哲的爸媽沒有公職身份 卻頻頻登上媒體版面 掀起話題的同時 也伴隨著政治炮火 明日新聞綜合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